但是如果没有保留的时候呢 在SQL里面 在SQL里面呢 它是用重复 这个来表示字串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insert insert的话 这里就是 我把author里面加一个作者 作者它有first name 那这个author本来已经有author ID了 本来有四个作者 那在table里面加第五个作者 它first name 这叫shoe smith 结果加进去以后呢 你的那个资料库就变这个样子 你的资料库里面就有第五笔 当然这个不是查询 加进去你就写进去了 那在这个硬碟上面资料库里面就有 就有这一个 那其实真正在做资料库 资料库的运算的时候呢 那这个动作其实还会有一些tricky的地方 有时候不见得叫加就加 你会到 准备好一批 到最后才把它加进去 有的时候会 还要一次加进去 这里面还有一些tricky的 那我们这里不谈了 这个在网路资料库的时候呢 那这个加还会有一些这个技巧在里面 但基本上 我们加一笔进去 这个逻辑上面 它就加放在资料库的最后一笔 它的key就照排下来 那有新增呢 当然有修改 修改update 也类似 update这某一个table 然后把里面的那些栏位的set 它里面的那些值 然后呢 那资值以后呢 你要不要 呃 有一些条件呢 也可以用会啊 我们看这里啊 那本来你要修改 你要修改哪一个 对不对 你要修改 我update这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 所有的records都要修改呢 还是这个 这个table里面的 三号同学的资料 其中条分数打错了 再加五分数 这个 这个 可以 可以这个 update这个table 然后呢 我setlastname等于jones 我就要修改jones这个人 修改jones 那jones jones 他的lastname 对 他setlastname等于jones 那 他不是要修改jones 他是要把某一个人的lastname呢 改成jones 那 你要改 你在author这里面是可以改 他不是他的key啦 所以你可以改他的 你在他的这个 呃 这个栏位里面 是可以改他的lastname 某个三 三号作者 这个作者 这个是几号的 这个smith 这个改到的是 这五号 苏smith 原来刚刚新加上去的苏smith 他 他改lastname 这很好玩 在 在美国 我们那是系上 有一个秘书 在 那秘书没有当多久 我在读硕士博士 在工作的时候 能够他的系上秘书 他中间两三年 有一个新的秘书 在两三年之内 他lastname改了 改了两次 本来是一个 他改一次 他又再改一次 为什么他lastname改那么多次 他离婚了两次 离婚了以后改了lastname 再离婚一次 离婚又结婚 离婚又结婚 再改一次 所以 他们经常 我们 我们这里贯夫姓比较少 在美国习惯是贯夫姓 lastname 所以这个 他举这个例子 代表他在 在美国教科书 这是一个常常要做的事情 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Sue 他原来的 前任老公姓 姓这个 Jones 新任老公姓 Smith 所以这个 lastname等 Smith 然后 firstname等 Sue 这个 更改了 然后 authorid没改 这个 更改 那delete也类似 delete这就简单了 delete这边就把 lastname Jones 刚刚加的就把它杀掉了 Jones跟 firstname等于 给一个条件 就把这笔资料杀掉 这个叙述的简单 所以 比较 比较 如果知道特定的值的话 就直接做 因为这个 鱼法都非常简单 但有时候 那一门条件面 比较复杂的时候 或是 你要cross 几个table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 那另外一点 会可能会常常会犯 毛病的 比较困难的事 尤其在delete的时候呢 如果你杀不干净的话 你就留下垃圾 所以我们是 这一个table就比较简单 一定一笔就杀掉了 那如果 我的关系 好多 我这个key 那些foreign key 很多很多关联的 你要杀一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 刚才讲过做正规化 做正规化的话 就比较ok 做正规化 你至少在最有效率的时下 完成这个动作 那如果没有做正规化 只有正规化做不好 或者设计不太好的话 那 漏杀了一些东西 你的资料库就变成redundant 就有一些资料 它就 就重复了 而且会 变成在里面 我们叫dangled 就在里面 指标也会有这个样 在记忆里面有的时候 有些指标 它loss掉了 它就在里面 游魂 对 永远在那个意识界里面 游荡 就是 永远出不来的 对 你也 access不到它 就在那边 就浪费 浪费 storage 不干净 但是你说 有没有影响呢 也 将来被盖过去也就好了 但是 如果你有洁癖的话 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很讨厌的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害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看MySQL 那MySQL的话就是 翻译成MySQL 我觉得刚刚的SQL不要 SQL的那个 Structural Query Language 我们发音成SQL 它是一个查询资料库的语言 那这个MySQL就叫MySQL了 那它是 1994年开始就有了 这是一个RAG 这是Open Source Open Source就是说 它不是 不属于每个公司 当然它还有license 后来到很多公司都有 license都有了 但是 有不同的license 但是它基本上是Open Source的 这个 database 然后在每一个平台上都有 每一个作业系统上都有 所以 大家要看MySQL的这个 tutorial 或是SQL的tutorial 或是 PHP加上MySQL的 这个同样的在WC School里面 这个网站 你没有去看的 就尽量去看一下 因为它都是入门中的入门 基本中的基本 那真的要快点了解的话 进去 很快的你就了解了 这个是 建议你要自学的话 不是你要自学的话 应该都要去走一遍 没有花多少时间 那MySQL里面 它是有资料库 那真实的资料库的话 它就有很多的 所谓的 storage engine 就是储存引擎 储存引擎是什么东西 是资料存放在 资料表中的机制与结构 所以每一种储存引擎 建造出的资料表 具有不同的特性 好 那这里面又很像很tricky的 我们刚才说 资料库 所以我们要到下面这边的档案 可资料库这边的档案 会不会一样呢 不知道 各个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有它增加它的效率 它增加它硬碟使用的效率 或者它要考虑它儲存量的效率 还是考虑它存取的快速 它有不同的 你逻辑上面 你都是建立了这个表单 建立了这个table 都用sql 这个是标准的 都用 可是它怎么真正来存你的资料的时候呢 不一定 那即使是MySQL这个 它自己就有 就提供了多种 它自己就提供了两种 多种 它自己就提供了多种 比如说它有叫MyEyeSan 这是一种 我说MyEyeSan它读取比较快 它缺少BoringKey 没有Transaction的功能 它这比较简单的 没有Transaction的概念 Transaction的概念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提 Transaction其实是很重要的概念 你去 你去这个 MyEyeSan去提款 这叫做资料库的 我去抓一个东西 我提款以后 去你的资料库里面 提1000元 那资料库里面就减1000元的账号 可是 如果中间断电呢 我中间的卡被吃掉呢 我中间这个 突然一下子发生 这个不怪我哪边断电 在这里 或者银行 或者是哪个线断电的时候呢 那这个 这叫一个Transaction 你要 西关卡插进去 让你把钱拿出来 这是完成一个Transaction 完成一个交易 那中间这个交易在做 那是钱被吃掉的 还是你拿到钱 他没有写下去呢 放心 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你不可能拿到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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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钱会不会吃掉呢 或者 等等 这些 所以他这个叫做算 这需要有Transaction的机制 所以有的资料库 可以设定交易 在某些时候 才真正的 完成这个 完成这个交易 尤其在网络的资料库的时候 那他 以后 以后有机会 如果分散式行为我们课程 有开的话 他有欢迎来选修了 这个 就不多谈了 那另外一个是 InnoDB InnoDB的话 他有Foreign Key 就比较 也有Transaction 他比较复杂 那比较复杂的时候呢 他的效率通常比较差 通常这都是一个Trade-off 就是说 我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制 我负担就比较重 效率比较差 但我可以做的比较多 那比较 Boff比较大 那比较 比较精简 比较短小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个 基本上大概大部分的设计 都这样子 那原本是这个 原本是用比较简单的 现在都 现在预设都用这个 InnoDB 就可以就有Transaction的这个 那下面有一些参考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 那在PHE-MIM里面 执行SQL的这个 叙述 我刚才说我们那个 那SQL的叙述 我们是直接 我们可以用程式写 在PHE-MIM里面可以写 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 那但也可以在这个 PHE-MIM里面 这个是架设 我们说上次我们说叫APP Server 或者叫Web 这种套装的 懒人包 他把 他这个PHE-MIM里面 让你去管理 管理这个 资料库 管理系统的这个 管理者的账号密码 还有很多东西 但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里面 执行SQL的叙述 就不用写程式在那里 那都可以的 你就可以在那间面直接联系 从Roots登录以后呢 你就可以执行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select update delete insert whale 等等等等 就打这个叙述下去 那你资料库里面就可以 就可以新增删除查询修改 在那个界面上 在PHE-MIM界面上 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 当然也可以浏览编辑删除 那很重要的是这个备份 那备份的这个部分 在同样的在学校里面 我们比较不注意 但你一不注意就会很惨 这个 这个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 我自己的 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好几次悲惨的经验 这个 这个 呃 现在其实在网路上备份比较容易 就不要偷懒 通常都是在 在你想你可以做的时候 你偷懒 等到一旦你手忙脚乱的时候 它就 就发生了 大概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有再好的机制 再好的设计 你不去 你没有纪律的话 去维护的话 大概也很难 这个 但anyway 这 但我们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帮别人做 或自己在做 资料库的时候 最好把备份就考虑进去 所以你在 配去人命的时候 你要备份资料库 他会备份资料库相关的 东西 但是 那如果还原的时候 他会先进那个资料库 然后再 再还原这个 呃 资料库 所以 所以这个 两种方式 一种是他整个资料库把你还原 那另外一种是 呃 一个新的 那另外一种备份资料表 他是备份资料表跟其中的记录 呃 的做备份 那然后还原到原来已经存在的资料库 里面 所以他有两种选择 那这个在食物上面各有优劣 我想我们这一步 就不多谈它了 那 那 recovery的时候呢 呃 呃 也是最有优劣啦 你知道你备份了以后 备份的目的是什么 就要还原 那 当然现在不见是要在资料库层级里面做 做备份 很多人有不同的备份方法 就有 有的 有的人是习惯硬碟备份 像作业系统里面就可以设定 硬碟里面就可以做备份 知道多棒硬碟 那他自动帮你做备份 那那作业系统里面就可以做备份 那 那有人是要从 从各种 或者说我专门做备份碟 或者用备份软体来帮你做备份 那 那有在bias里面就可以做设定备份 所以这些都是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如果系统熟悉一点的话 作业系统熟悉一点的话都可以 那 那资料库它也提供这个机制 你可以在资料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做备份 那 那 那MySQL的话 它的资料形态 有三个资料形态 诶 你说怎么搞的 我们刚刚在看那个 看那个SQL的叙述的时候 没有谈到资料形态 现在都跑到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不是语言里面才有资料形态吗 没有错 我们在这个语言在PHE里面 在Java里面 Java screen里面 那 C语言里面 它都有定义资料形态 那这个资料形态 注意到是你程式语言 程式在机械运作的时候 那些东西的资料形态 那我们现在看资料形态 真的储存的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所认知的资料形态 那它所认知的资料形态是 你用这个 在MySQL里面呢 它有三大类 所以不同的 不同的资料库系统 它大同小异啦 它有点不一样 最长在MySQL里面三个 数值 制算时间 那这边是它的范围 大家就参考了 它有tiny integer 它不只是 integer 你可以设定tiny integer 只有一个by长度的 integer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程式语言里面 没有这个tiny integer 对 那为什么在资料库里面 它在MySQL里面 它有tiny integer 它为什么考量 储存量的大小 它有了之后 你这个永远不会 我在程式储语言的时候 你就要长期保存 一千万人的一个byte 对 那如果你多了 多了 变成一个tiny byte的话呢 那我只要 如果integer要两个byte的话呢 或是long integer 或是三十个byte 或是四个byte的话呢 那一千万人 你就多了四千万 就是多了三千万个byte 所以这个 你考虑到很多量的时候呢 可能在最后储存的时候 你可以有这些选择 就把原来的那些 或者把tiny byte 读到你的语言里面的时候 就可能变成十六个byte 或三十个byte 变成两个byte 或四个byte 都有可能 所以它tiny integer small integer median integer integer integer是四个byte 但是真正要 放到资料库里面的时候 你有这些选择了 空间上可以选择 或是big integer 八个byte 所以这个 float也是一样 所以它这些东西 因为它考虑到 真正要长期储存的时候的